民众开车行进台南岸南区长溪路二段 突然被眼前这一幕吓到 一道闪电从天而降 不知击中什么 冒出巨大火光 没过多久再度发生爆炸 驾驶吓得不敢再往前开 把车停在路边 而被闪电击中的正是台电的电线 当场被打断 艾滋也被烧毁 高压电线断了 导致附近378户停电 有住户电动铁卷门打不开 尝试自己修理 台电紧急派员冒雨抢修 花了五个小时才全速恢复宫电 同一时间位在仁德区的明安路 则是因为瞬间大雨来不及宣泄 水淹15公分 还好住家都有电高 水才没淹进家里 另外江南药理大学的停车场 也疑似因为排水不良而积水 还好雨没再继续下 那边车子直接没办法进来 整个南台湾都受到封面影响 一整天大雨散电断断续续 屏隆东东流线也一度 因为大雨掀起巨浪 延后20分钟开船 下午2点多左右小流球 风力达7级以上 航班暂停行驶 大约20分钟后风力减小 就恢复正常行驶 而在离岛的澎湖 空中交通也受到雷雨影响 两度关闭机场 造成至少15架航班起降受到影响 12点半了 12点半了 没看到半个客人 多得一个小时 迪雷大外快45分钟 快一小时了 那在早上8点13分到9点05分之间 有雷雨当空 早上11点04分又发布 目前也算请这个地面作业了 机场开开关关 旅客行程大受影响 也只能耐心在机场等候 民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